Rica 師兄, 遲這份EV 星期二晚, 直播時間八點鐘 HOP BOR SONG 來到今個星期HOP BOR SONG節目時間 師兄, 慈山, 加上今晚Ray, 繼續來到 一齊去研究 歐聯十六強第二回合的第一週比賽 今晚直播是因為閉台REGIZINE 我們這個台有三個頻道 一個是REGIZINE 一個是REGIZINE 一個是傑斯頻道 各自都有YOUTUBE頻道 因為這個REGIZINE的頻道被YOUTUBE禁止了 三個月 我們不能夠做直播 不能夠做直播 所以接下來這三個月的HOP BOR SONG 那就要 即是收裂, 收裂吧 你是YOUTUBE金貴 三月、六月 不是, 如果有歐洲國家 如果有歐洲國家 那連賽收裂吧 暫時現階段這三個月的HOP BOR SONG 那直播 留意是直播 都要在FACEBOOK LIVE 那就去搞了 至於為什麼REGIZINE的YOUTUBE 這個頻道 是被YOUTUBE禁止了 不能夠做直播呢 那就要問一下高層 不要問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總之就 我們不能夠在YOUTUBE做直播 今天收到的惡套就是這樣 這些問責的事 麻煩你問一下 這個台有些職位的人士 再問一些負責人 總之就不關我的事 總之就大家 接下來 都是在FACEBOOK那裏 直播的時候 見大家 但是留意 片呢 即直播完畢之後 我們都會把那段片 其實都是那把聲音的 不是片 聲音畫 上再回到YOUTUBE YOUTUBE 我們那個YOUTUBE頻道 是不能做直播 但上片等等是可以的 所以你有時候會見到 那些EV 阿Jong阿 阿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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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無無聊聊 搞完這些 什麼EVLOG 什麼VLOG 那些都上去 那些YOUTUBE 因為不是直播 所以就可以上到的 沒錯 那些什麼 阿樊阿樊阿樊阿 這些 那些VLOG 即是下午那個 找這個 馮志正同學那個 那個 那個Finance 那個Finance 那些 有號召力 都是放在Finance 是嗎 是啊 哈哈 我們師兄都很有號召力 我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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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這個 Rack a Scene 那個頻道 用來給 民眾 用來公器私用 所以 大家 留意這方面的 變動 緊似是自協的 那 廣播 不要浪費 多時間 是啊 因為這個 因應這個疫情 應該很多都閉門 首先 就交代一下 因應這個 健康事件 健康事件 Facebook 不怕 不是 都 習慣了要這樣說 之後都會放 這個是一個習慣 你放上去 怕會中標 你會上片 因應這個健康的 事宜 所以 歐洲 因為 風潮 都去到歐洲 各大地方 意大利 就已經 成為這個 順點區域 但是 另外 已經去到法國 西班牙 德國 也都開始慢慢 擴散開去 甚至英格南 也都開始 初步 也都有一些 擴散的跡象 有些懷疑的個案 也都開始 有些 輕微擴散的跡象 所以 很大部分 我們預計 一兩個星期 很大部分 歐洲球賽 包括 已經肯定了法格 一定是閉門 另外 二格 就停了 停到4月3日 對 就停大約 是 三個星期 但是 師兄會預計到 應該 我個人預計 復活節之前 都 收不到科 收不到科 即是 開到閉門 因為意大利 就算說 梵蒂岡那邊 所有的 都停了 所有 黎薩 全部都停 非常之嚴重 因為大家知道 意大利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梵蒂岡那些 身為 所謂的 State 這個區域 都沒有黎薩 即是 告訴大家 事件 是非常之嚴重 盡量 減少 聚眾的群體活動 沒有了 不是聚眾 是 私人見面 都盡量 不要出街 集體會面 減少 多人聚集的 事項 不是 是 不要出街 即是 不要出街 好像 當初 在內地的情況 另外 法國 也是被閉門 西巴牙也說到 因為 接下來兩個星期 都會是閉門 要看西巴牙 情況 會不會有擴散的跡象 因為 西巴牙 始終 隔得遠一點 巴塞隆拿的副市長中了招 是嗎 市長 副市長中了招 不用這麼小聲 你那一刻很小聲 你講人壞話 你大聲一點 不行 你興奮的時候 不是 巴塞隆拿 副市長中招 不代表什麼 沒有什麼 都是一個信息 他不是什麼 他沒有跟球員握手 不會 現在你看到英超 都沒有握手禮 全部都是電行電歌 其實就 反正都 沒有握手了 就這樣就這樣 不如像本地聯賽那樣 向 詐加伊 詐加伊 沒有球迷的 詐加伊 向兩邊的球迷 叫做 問個好 就算了 不用握手禮 對 不用握手禮 或者 抄這個Rubby 整個Wall Dance 就是 臨開場的整個動作 不要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所以 接下來 其實英超 還沒有說閉門 西甲說閉門 德格 還沒有說閉門 法甲和西甲 應該說是閉門 但是大家都應該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 接下來的比賽 直至暫時到復活節之前 都很有機會 會閉門 但是今天來之前看的新聞 其實在歐聯那裡 有些球隊是要求閉門作賽 歐聯 但是 好像還沒有決定 有些已經說了 比如華倫 華倫 巴塞那場 對納波里 亦都會閉門 決定了閉門 對納波里 還有其他問題 尤其是巴塞那場 因為意大利 那邊已經說到 要封城 不能出外 所以 怎麼辦 所以 要留意 進一步的攻步 但華倫那場 應該沒有問題 華倫那場 所以 他們在漏夜潛逃了 華倫西 總之 就 能夠開球 能夠開球 但能不能進去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OK 所以 所以 出去還回去 那 又 出去就不要看回頭 那遲早 那就要等 好像有些 最近有些香港運動員 一直都在外地集訓 很多人都在外地集訓 就不回香港 或者不回內地等等 一直都在外地集訓 我想阿特南大 都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又不是 驗到尿紫色 怕什麼 那不是的 穩固一點 那他回去了 無所謂 都沒有球 不是 回到去 又要搞一段 所以 最近 歐洲賽事 都會 開始 有點麻煩 歐霸 歐聯等等 歐霸 歐霸 好像就說 閉門 我想 留待一些公布 我想 最輕微 應該是閉門 大家都希望 盡量可以閉門 就閉門 先閉門 先閉門 因為 如果你不閉門 那個賽奇 再退後 就 對於他們 接下來 可能打到歐洲國家盃 或者是明年 聯賽 都會有影響 再加上 其實 理論上還有奧運會 但如果奧運會 萬一 又 因為這次的健康事件 去 可能 延遲 現在還未說 有很多消息 有些說 如期 即是7月 換地方 應該不會 換地方 應該不是一個選項 東奧 要不就 預期 要不就 延期 要不就 取消 三個選項 換地方 就有機會好味 所以 這個也是很牽涉到 因為剛好今年 有一個很大型的 運動會 的一個年份 這個庚子年 歐洲國家盃 是全歐洲一起玩 那 那就 沒辦法 沒辦法 那 我覺得這方面的影響 又沒有什麼分別 跟你單一主辦國 除非你單一主辦國 是隔歐洲好 比俄羅斯之類的 去回 今晚 今晚 歐聯 四點兩場 一場 來比錫 主場 第一回合 來比錫 作客 就拿了1比0 回去主場 另一場 就 華倫西亞 主場 對阿特蘭大 第一回合 阿特蘭大主場 贏了4比1 華倫那場 華倫主場 就 閉門了 這場 第一回合 阿特蘭大 就贏了4比1 大家都想到 現在 去到這個比數 理論上 華倫 是不是應該沒得翻盤呢 數字上 還有機會 阿文 阿 Ray 有沒有得翻盤 沒有啦 怎麼翻盤 三球 如果 遲多一個星期 這樣 他們封城 就不讓 亞特蘭大的球員出境 那就可能贏到 換去 輸3比0 那就可能有得出線 如果不是 都沒有機會 是不是真的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我連這場 贏的機會 都不覺得有 贏的機會 都不覺得有 這麼誇張 你真的很 不是喔 老實說 老實說 我看一看馬會的開盤 有一個部分叫進級球隊 直接沒有開 這場沒有開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開 麻煩這些網友指證 因為理論上 其實 華林只要贏3比0 是 就已經 搞定 他有這麼多隊 好像當時的 拉科羅尼亞嗎 阿特蘭大 是不是 一些 一些 即是說 可以創造很大比數的球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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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他 贏得多 可以輸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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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忘記 你必須 不要忘記 其實他在 之前分組賽的防守 都是很一般 開頭 阿特蘭大 上次輸得多 那時是何時 上次輸得多 就是開頭 還沒分賽 還沒分賽 開頭 那我就覺得 其實 如果單從這場 和你接下來下個星期 車路士對拜仁那場來看 那說真的 車路士就肯定是判死刑的 嘩 因為車路士3個作俠入球 對手還要是拜仁 還要主力是 就是停賽 當然 華倫西亞這場也有 很多 但是車仔和拜仁那級數 是真的明顯 有一折差距 是的 但是華倫西亞和阿特蘭大 如果你留意上一場 第一回合賽事 雖則說4比1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公美斯表現好一點 就入球了 都是那句話 第一件事 我們上次第一回合 其實不是沒有機會 那一對中堅女士 盟加拉帕迪亞卡比 就遇上了女士 第二件事 就是 對方的 他那些 戰術 跑動 等等 就是他那個 踢球的變化 流動 都 先進過 我用先進這個字 先進過比較外制的華倫西亞 華倫西亞的球 其實很簡單 兩翼上球 中場有個指揮官 後面有個後腰頂住 然後前面就一高一快 就是這樣 但是亞特蘭大就相對 比較多變化 比較多變化 比如說 伊利錫是一個 腳化很好 走動很多 還有活動範圍很大的球員 高美斯也是 阿里辛組的高美斯也是 這類的球員 球味很濃 走位很靈活 範圍很大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的球員 華倫西亞有高美斯 阿特蘭大有高美斯 這兩個高美斯差那麼遠 那高美斯有很多個 每一隊 可能每一隊都有一個高美斯 但那場高美斯 其實擺得好一點 差距沒有那麼大 是的 尤其是4比0之後 打後 其實 至少一到兩個機會 即是你起碼4比0之後 他很早了 六十多分鐘 已經4比0 那六十多分鐘 孫夫已經追回4比1 如果 去到後期七十多分鐘 已經 其實有 起碼兩個機會 其後 你如果隨便把握到一個 4比2 其實是有價格的 阿特蘭大的後防其實是鬆動的 那時候阿特蘭大的後防其實是鬆動的 不是想像中那麼滴水不流 不是 阿特蘭大的後防從來不是滴水不流的 他是以工為主的 但是如果你的後防是這麼脫漏的時間 如果你開頭 華倫西亞開頭 放一個進取一點的 其實開頭 開頭也有個 就是高美斯放不到 等等 華倫西亞我可以怎樣再進取一點 不是 那我先說一下 我這樣鋪牌 你不用這麼心急問 不是 那個問題是 我怎麼看他都 他都不會的 那個領隊從來都沒有這個風格 沒有了 那你正常 正常要對歐聯還有期望的球隊 應該會進取 放得比較急進 你三個入球 那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進三個球 最起碼 你防守沒有得想的了 這個最基本條件 你進三個球 那你一定是 一定是 將 放多一些球魚 在前線 打一個比較進取一點的攻擊模式 但是那個 那個排陣都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你這些 蘇娜 阿 弗蘭托里斯 其實是地裝來的 沒有辦法 已經算是比較侵略性的 那沒有辦法 你不要這麼快 鋪排到來 陣容 我再說完前面 再告訴你 是 雖然大家看到這個 華倫西亞 即是反級的可能性 是低 但是不能夠排除 好了 不能夠排除 你要看回阿達蘭大 後防表現 是不能夠排除 說 一開球沒多久 如果華倫西亞 入了一球球 好了 跟著阿達蘭大球員 教練領隊 又對於這類淘汰賽 這些環境 沒有什麼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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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老經驗 但是 教淘汰賽 很少 少打淘汰賽 少打淘汰賽 大型淘汰賽 很少 而且這些球員 這些球員 其實都沒有什麼打淘汰賽經驗 老實 有些大型歐聯淘汰賽 沒有什麼打 不用經驗 上來一攻一下就有了 那你如果中場壓得好 你根本無法攻上去 那我想問 要攻什麼呢 沒有可能中場壓得好 你不要這麼客氣 你這麼客氣 這個情況 我們先說 是有可能出現的 因為 如果阿達蘭大 如果後防 好像利物浦 那樣滴水不流 那些情況 都是廢話 但是這隊的後防 真的 真的 一般 這個情況 一定要先說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可能性 只要華倫西亞 肯 肯 還有 還有對這個 一開始肯搶動 賽事 有信心的話 不排除 是會有這個情況的 但是要說回陣容 阿瑞整天晚上說 不行不行不行 就是要看回陣容 第一件事 都不用預計了 第一件事 中堅 傷了三件 兩傷一庭 加比二庭財 加雷傷了 盟加雷傷了 即是正統中堅 只有一個 叫做迪亞卡比 迪亞卡比 迪亞卡比 預計作用是高基連 高基連 或者 不知道會不會擺個新仔 或者擺個新仔 沒辦法 兩集 加耶華斯 兩個 龍門 龍門 沒有關係 不用問 之前盜明尼智 都不要緊 兩個一樣 現在這一期 我們要考慮 華倫西亞的前面 究竟是怎樣做 是 是怎樣擺 因為這對球 甚少擺三角後防 斯里迪斯的個性 甚少擺三角後防 我們暫時 暫時排除 他擺三角後防的可能性 高基連 擺八迪亞卡比 光度比較鬥後 三角在後面 沒有 那就這樣 至於他怎樣排 是2-1 索性 擺著迪亞卡比 最後 張高基連 擺上 打1-2 接著兩個閘 全上 打前場壓迫 他不能守 他不能守 可定攻 打前場 前面再加多一個前鋒 等等之類 譬如華斯加耶 可能是 打逆位上 打逆位上 接著前面 加多一個 不要再打單箭頭了 加美洛 墨斯高米斯 怎樣沒有用到 很多錢上 雙六周 對呀 墨斯高米斯 不要緊 那就是加美洛 那場球對什麼 對阿拉娜斯高 UNA 阿里斯加尾路 再加兩位在前面 沒事沒事的 那你 那你 那這次阿特蘭大的後防 真是 真的說實話 如果你真的 初幾分鐘 搞定到他 那不排除 是會倒楣的 諾瀉高 又不行 又不行 暗暗 尚餘 他現在雙兵是哪幾個 在中堅 一個 加雷 蒙加拉 加比爾庭賽 比仙尼不用理他,麥斯高尾斯是這幾個,數一數 然後中間那些,費林托利斯又可以用的 是,蘇拉費林托利斯,帕利組,基尼舒夫,基尼舒夫就免了 我覺得他就不是這些場合來用的 他一定是打那些突擊才用的,因為他只是一個速度 前面擺加美勞,擺古瓦迪斯,擺落迪高 我們以一個正常來計算,擺多幾個前面 這是我們的意願,我們的想法 但是你知斯里迪斯,是不是我們這麼理想化呢? 應該就沒有那麼進取了 應該就,再加上沒有觀眾的關係,究竟有沒有那麼進取呢? 真是兩體了 那阿達蘭大... 頂多就會接他下班吧? 如果有不滿就知道 不會啦,他也不敢出街 不會接他下班,老實 應該出街還是還沒怕的 其實第一場球都很簡單 看到阿達蘭大的速度很快 阿達蘭大的速度很快 阿達蘭大的速度很快 華林西亞中後場的速度這麼慢 都已經夠死了 很快就有四球 剛剛那周是沒有... 剛剛那周阿達蘭大沒有比賽 對阿達蘭大的速度很快 對阿達蘭大的速度很快 有些意大利的球隊 比賽的頻率比較少 還有操練也有問題 你看國際米南就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現在的情況 即是他們將來一個月 即這個三月都不會有比賽 對阿,不會有比賽 操練也有影響 除了零星的歐洲比賽 對阿,沒錯 所以意大利球隊的狀態 亦都是要計算 即是好像剛剛我們會提到的 祖雲達斯對國際米南 國際米南的情況 其實就是受到這類型的事件影響 沒有比賽比賽 比賽的賽期不正常 阿達蘭大都是屬於這類的例子 賽期不正常 如果他早去到西巴牙 都好些 都可以正常操練 如果他仍然在意大利 操練是會不正常 所以呢 這方面也是要考慮 這方面也是要考慮 但我估計阿達蘭大應該很聰明 應該早就知道 之前那場二甲 摸一踢之後 應該都砸砸臨飛去西巴牙 應該去 爭取多些操練的時間 估計華倫這場球 我覺得都很難估計 但是你說出線 無疑問 應該正常阿達蘭大 都可以維持出線 不用那麼保守 維持出線 但是 但是 出線機會甚高 應該這樣說 應該正常計就出線 但是 但是 既然我見到馬會都不開 不開實在 真的沒辦法去幫阿華倫西亞出線 說真的 他都不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開 所以這場球 難估計 這場球的勝負是難估計 真的不難 真的不難 你覺得華倫西亞真是贏 不能贏 不能贏 我覺得 就算華倫西亞 不是沒有機會小勝 出線 真的要看運氣 出線 你看看這場球 贏不贏到先說出線 其實華倫西亞的進攻能力 非常博弱 全部都是4球 不是 不是 阿 Ray說得對 我也有看過阿拉維斯那場 阿拉維斯那場 實在他的功力都挺可怕的 說真的 很坦白說 他進那球球 都是怕你比死球 說真的 其後下半場 還要 輸回全球 再輸回佛球 再輸回佛球給人 說真的 攻擊能力是 挺薄弱 挺薄弱的 但是 沒有的 如果 斯里迪斯 有心 拋開 往事的枷鎖 去搏一搏 你放多一兩個前鋒 在前面 中場做好些迫搶 那麼 搏一搏看看 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 這些比賽 就 無謂 無謂下注 簡單來說 好 好 這場就簡單 阿達蘭大 應該出到線掛 好 另一場 另一場 萊比錫對熱刺 萊比錫主場 萊比錫 剛剛週末 聯賽 都是和球 萊比錫作下和夫斯堡 熱刺作下搬離 都只是1比1 預計 萊比錫 正常 奧班 江納特 這些停賽 真的傷了很久 都不需要理會 阿當斯 亦都是傷了 亦都傷了一段時間 亦都不用理會 基本上 他這幾個雙兵都已經是 習慣了 都很久 很久沒用 我沒有記錯 上一回合 奧帕未選擇 那次是停賽 是啊 拿夠王牌是停賽 這場不能出的 出的 沒錯 出的 出的 我記得 是 對面 那時候剛剛又沒有孫希文 就是這場開始沒有孫希文 就衰到現在 這個熱刺 熱刺的雙兵 Harry King 今天有消息說 這個 但是應該 就 應該就 趕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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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場 之前那場 就貝智雲又傷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場 那場就 好像沒有見相 蔡右仙相 蔡右仙相 好像貝智雲又傷了 這場 所以前鋒選擇就 有地理阿里 沒有啦 一定是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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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拉 盧卡斯莫拉 還沒有貝智雲 那麼 又少了個 衝得跑得的球員 那麼 中場 盧瀉斯 後方就 五個 雲道漢左邊 奧尼亞 右邊 那麼 基本上 熱刺 要 起碼入一球 先 才有駕駛 因為 第一 輸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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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了個輸入球 第二 要維持有個 仍然有個軍勢去爭鬥的機會 至少 先要進一個輸入球 輸了個輸了個輸入球 輸了個輸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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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中鋒是死症 沒有了中鋒 沒有一個徹底的攻擊型球員 都很大劑 你想想上季比較殘缺的時候 前面的組合是靠孫興文 靠得住很多 你今季這個組合 他最敗是連孫興文都沒有 沒有孫興文 上次Harrie King沒有了 還有孫興文 今時今日連孫興文都沒有了 上一季是三個 孫興文 阿里 加上莫拉三個在頂 那都差很遠 你去年還有羅蘭迪 今年連羅蘭迪都沒有了 基本上 其實前面 用一個 其實我覺得打不到中鋒的阿里 去打中鋒 那你真的沒得搞 真的 那你看看上一場 其實對面 沒有了烏比馬錦奴 但其實仍然都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走動都比對面好 那你那場打中鋒 其實是用來比錦奴 用車路士的借帳 一個年輕人 打回烏比馬肯奴的位置 都沒有問題 再加上那場打中鋒 安祖連盧也打得不錯 昨天之前那場都差一點 你之前那場 你再打中鋒 他都頗有侵略性 安祖連盧過了來比錦奴 他打前了 他不是再打閘位 他打的介乎逆位 或者是左中場 逆位 就是整個左路 他打完 他在進攻上 是有些侵略性 他出球是可以的 那些傳中幾好 加上前面有些瑟克 那些瑟克你過到來 根本打高球都近乎 近乎屈肌 剛剛那場就 天武雲娜休息 應該要休息 天武雲娜 後臂 最近也是一般 但讓他休息 安根古那場 對和夫斯堡打了右翼衛 我想這場都不會的 應該打回前面 你用梅基亞利打右翼衛 怎麼都比安根古好 說真的 基本上來比錦奴 這場球都 看預計陣容都很齊張 反而是熱刺 熱刺 熱刺之前 那場對搬尼 就1比1 那 搬尼的攻勢更多 那場 你看他 因為熱刺 又排一個 非常保守的陣勢 保守 嗯 那是爹地 那你是這樣的 那個領隊 但說真的 你對著 你對著搬尼 那我都明白 你實在沒有啊 前線來來去去都是四劍 莫拉林 美拉貝志雲 那時候貝志雲還在那裡 這四劍 那你那些都說 沙色朗 沙色朗 那些他的定位 不是前鋒來的 哦 即是你勉強攻擊球員 那些謝神法蘭迪斯 用不用呢 謝神法蘭迪斯 他在定位裡面 應該不是前面的 哦 應該是右翼圍之旅來的 嗯 我看他這麼多場 都是打右邊的 所以 他那一場就排一個 其實就 五個後防 嗯 接近 其實就是3-4-3來的 那 開頭 但是 大哥 你那兩個 翼圍 3-4-3 你那些維頓漢 坦根加 大哥 是啊 但是 雲道漢 你不是以往那些 那些 那些人 我看見雲道漢 那場比賽算 挺上 在左邊也有兩個出球 你不是 你不是把 Ben Davis 和奧尼亞 那個 那個 側擊的威脅性 是差折的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不把奧尼亞出來 為什麼要用坦根加 那 那麼 防守上 那 太過保守了 那 這個是保守之過 那我就不知道 這場 很奇怪 中場 可能是輪換 輪換 但是出了安東比里 和Skip 但是上半場 這兩個中場 都 一般 Skip 摩連盧賽後 都有提 Skip 之前還要打 預備組 所以 沒有辦法 打得不好 是正常的 但是安東比里 那 摩連盧 對他都很大的批評 就是 但是 一手領隊 他是頂到一下 那 但是 加力查 都 附和摩連盧 意見 的而且確是 打得不好 我看了 真的打得 不是很好 有些 散步 都不是很 有想像 對比的 下半場換了 盧瀬素 走進來 代替 是差很遠的 盧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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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碼走動多 你打到上肯 去現身 角色 安東比里 便好像 很像散步 這樣 就不行了 所以 摩連盧 有這樣的批評 我們都 理解 但是 我記得之前是找他頂閘的 安東比利 不是 安東比利的踢中場 有頂的 沒有 安東比利怎麼打一閘 這場球前面是林美拉 林美拉是壓前一點的 普通啦 都不能選擇 不是的 都不能選擇 盧加斯莫拉這場後備 下半場一開球 上場看到對面1比0 這個洛迪古斯射過去 比較活蹈 門前就搞定 龍口保重 安執而已 1比0 但是幾樣東西 那球球其實都 其實麥尼爾過三齊市 即是在邊過那一刻 其實撞來撞去之間是有些手球的原因 手球的那球應該是 是啊 我覺得這球球應該是要出手球的 連VR覺得沒問題 那一刻 吹掌 不是的 其實跟回現省球例 如果入球過程之中 有手 手有碰到的球 是可以吹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吹 真的應該吹的 應該吹的 應該吹的 因為你是那個手球得益 令到你 是啊 沒錯 整個 build up 的過程 如果當中有手球的情況出現 擺明是 擺明是迫害爹地 這些 這些是你講的 不是我講的 OK 但是說回頭 其實麥尼爾的發揮 是相當不錯 在左邊 尤其是開頭 要說坦根加打一個 對著那兩件幾個 一個麥尼爾 一個後上 查理泰萊 是不知道怎麼做的 但是直至下半場 他轉回四人的後防時間 分工清晰很多 莫拉就在右邊頂住 查理泰萊 麥尼爾專心跟著 這個麥尼爾 坦根加跟著 麥尼爾 分工清晰很多 坦根加下半場表現 是進步不少 下半場做得好些 這場球 其後 其後下半場是12碼 美爾 在禁歸 臨美拉 這球是明顯12碼 很明顯 阿里尼爾射了12碼 都不中波 坦白說 熱刺過 入獄的射門 不是很多 功力是 下半場好些 有盧卡斯莫拉 是好些 有盧卡斯莫拉 是好些 但是莫拉年紀不輕 那你也要維持 那你也要頂的 不大也要頂的 他今季出得好多 沒辦法 雙兵 相到這樣 現在連背截魂都沒有了 那你也沒有選擇 說真的 都是窄勢的 所以 這個熱刺 真是 很坦白說 這場還要作客呢 而且他一定要是他主動 爹地有沒有壓力 爹地 爹地 你會不會又不能走 不會 不奇的 你看最近二次的戰績 都很厲害 很厲害 對上一次什麼時候贏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馬上看 最近上次贏 都是2月16日 3比2贏 亞士東維拉 那場聯賽 然後就連負四野 輸給萊比錫 輸給車仔 輸給狼隊 然後那場竹總盃 就1比1 和了羅惟治 12碼輸了 上去打人 對 現在上台 跟球迷有強烈交流的那場 有些擁抱 糾纏 抱得比較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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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不知道 上面說了一些種族歧視 好像 這麼常聽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聽到 種族歧視 有線眼 這麼遠都聽到 有線人 隔離 隔離有一兩件 那有些 正義的朋友 會說什麼事 對 所以 這次都 我覺得就有點麻煩了 說真的 我也覺得 呃 萊比錫出線機會 是比較高一點 你說 但是你說這場 那個的戰果 也都是 難尿 應該萊比錫穩穩穩 應該穩穩穩 但萊比錫都沒什麼 怎麼輸 說真的 對萊比錫 對萊比錫 應該出線沒問題 我覺得就 我覺得就 以這個 摩連奴拿著這對球 那個功力 加上 加上 那個 人手 分分鐘 摔起來 摔起來 守住你60 摩連奴 守你60分鐘 這個摩連奴 最後的30 先來 拼一拼 就打 接著1比0 打你加時 加時拿你的作嚇入球 收工 加時 噢 因為加時 都算作嚇入球 加時 加時計作嚇入球 加時入了就不用作嚇入球 加時入了 加時如果是 2比2 計算全個比數2比2 那你再加入球 噢 可以計算成這樣嗎 可以計算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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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是那句 那你如果以摩連奴 這麼保守 這麼坑家 那個 那個 那個模式 那你沒什麼人 他沒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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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什麼選擇 OK 那你不是這麼坑家 那你就可以去到 最後三十 搏一球 這樣 但是我覺得 二次都 沒什麼可以搞到 應該就 來比錫 出線機會是大一點 很難對他 很有信心 可以 可以 真的 很有入球的保證 問題 他要入球 但是你又看不到 他有很有入球保證的地方 因為你看來比錫 國後防 都OK的 失球都少了 真的 來比錫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我真的不敢 真的有信心 我也覺得來比錫 機會大一點 必須說是大一點 因為二次最近的形狀 真的很難 二次要想想怎麼重整 其實 不是的 你可以歸咎雙兵 沒有孫希文 沒有Harry King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借口 那 下年還有沒有Harry King 也有一個問題 下年 下年才算 好 講完下一場 明天 明天 兩場 都是四點 第一場 就是利物浦主場 對馬體會 上一個回合 馬體會主場 是贏1比0 另一場 都是四點 PSG 主場 對多蒙特 上一回合 多蒙特主場 贏了2比1 稍稍多蒙特領先 但PSG 就有一個作效 要求回主場 嗯 PSG那場 李物浦那場 就下一節先 下一節先 壓中 那麼 PSG 就沒有比賽 是 因為之前那場 史特拉斯堡改了期 但是有場 法國盃 因為周中 有場法國盃 五好像大比數 贏了李昂 5比1 所以熱身方面 都沒有大問題 那場 對李昂 都三大天王 出齊 麥巴比 尼瑪 全部齊全 那場球 拿來 warm up 就好了 那麼 如果看回上一場 多蒙特 對PSG 那場 其實都 那場 就開始 打一個所謂 三後防 其實上次 都有跟大家提過 提過 多蒙特 三後防 加 Cham 加上 Vissel 前面 夏蘭特 加上 新組 威靈 都已經看到 最近的聯賽 最近這四年勝的比賽 都幾乎 都用回 三四三 就不懂 威靈 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雙中堅 加上一對翼衛 古里露和 Hakimi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Hakimi 那邊 古里露都有很多 總之 他這樣擺的時候 中後場的七個人 這樣擺 這陣子是不錯的 這陣子很好啊 戰職 很好啊 戰職 說真的好老實 我不敢亂讚 不是 你有看過 都覺得 最近的多蒙特 是好對版的 好看的 很有侵略性 每次都去 這些是有東西給你 你不關心 在他的戰役上面 和他整個建立上 他的第一時間傳送 看他的皮球的動作 都相當的暢順 尤其是兩個翼衛非常重要 古里露和Hakimi 兩個翼衛 那個侵擾性 亦都相當之重要 再加上前面 夏蘭特 就是一個快 大隻 雖然腳法就一般 好過通通 但是 不需要 射 不需要那麼多個 要上腳要拿 他這些是最好的 永遠就不用拿球 他不會hold很久 他一來到 砰 一來到拿球 有位就砰 有位就射 對 他盡力就爭取空間 前面爭取空間 或者為隊友爭取空間 利用他的身體質素 去爭取空間 所以這對球 再加上 科根夏薩特新組 科根夏薩特之前那場 聯賽都打得好 一對無須加帕 無須加帕 無須加帕那場 就很多人倒過 對 大量的 這個 看看 無須加帕那邊 就是賀夫曼 賀夫文 跟著 根達 都是賭戈 然後 多夢特那邊 就是夏薩特 賭戈 之後 入替 還有誰呢 總之幾個人是倒 即兩邊都有踢過 另外 沒有出的 傷了的 萊斯 不要說他 不要說他 要看回上回合 看回上回合 其實 BHG有個問題 就是尼瑪的位置 在左邊 但你見到 美其鳴 他叫做在左邊 但你很多時候見到他 就會是 捱到中間 去拿球 這個很多時候 但你拿到中間 上腳 那時候就有禮牌 尼瑪上腳 就來來 所以 經常搞到 就有些 就是 塞車 你對手 譬如說 阿Champ 就是 尊責抹著尼瑪 那 你知道阿Champ 那些踢法 也是相當點硬正 所以尼瑪 很多時候 一拿到球 在左邊 貼到球 然後 放在中間 中間一堆人 跟著就掉了 所以 PSG 很多時候都有這類 這樣的失誤 想回合 補箱 就是他剛剛追成 一比一 兩分鐘不夠 被人入 即是 立即再拉開 那一刻 有點洩氣 是啊 之後 他也沒有了 沒有了 本來 理論上 當他追回一比一 的時候 你是擔心當夢特 即是 他可以一鼓鑽氣 這樣就把你撞 那球哥 夏蘭特射得很厲害 即是 尼瑪 那球哥 喉姆斯 後長 一個直線 過了兩件 即是那個直線 是穿過了兩個球員 接著去到四十多馬 尼瑪 尼瑪推了一段柄 接著一比 一比 尼瑪 夏蘭特 都不想太多 就一下子 均過去 應聲掛網 即是這些坦克七元球員 真的 現在都很少見 他踢歐聯 是有這些 也不是踢歐聯 啦 他表現好很多 你聯賽是 會被人凍結得厲害 那你 反而他踢歐聯 他多一點 這些 即是 向前走的時候 那球在他前面 不是 他踢得越多 那些人看得越多 那 開始就會凍結到 因為你看得甲 他很多時候都要背身 對著陸門 即是 要做儲針 儲針多一點 很少機會 好像一起打突擊 這些 少一點 那你對PSG多數都會打突擊 那對PSG 其實 那場球 第一 PSG的問題 即是那場輸球 第一就是尼瑪 這件事 那你尼瑪 整天咬在中間 或古沙華又要上上落落 那你古沙華 說真的 他不是特別好 他就上上落落 說真的 攻好手 但是很多時候 就 一繞回頭 就回不來 那你那個位 你那些新組 那些 那些新組 新組 Hakimi 就是 那兩集 要這樣上 後防那堆 其實不是特別快 還有金拍巴 廣場 剛剛相遇 那個形狀 又不是很帥 這個第一 第二 就是麥巴比 麥巴比 我說過很多次 這個球員 你一定要空間 讓他爆下去 你前場 塞住一群人 他沒有位子發動 起動 他根本就 浪費 根本就浪費 真的挺露塵 多蒙特其實經常都升得很高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PSG 會搞到這樣 因為他那場 其實升得不是很高 多蒙特的問題 多蒙特的問題 多蒙特這場 包括是 很聰明地 不升得那麼高 那些人是 摔下去 其實那個 所謂叫做 二十多馬位置 摔下去 摔下去 他升得不是很高 所以麥巴比 才沒有位子爆 第二 你第一回合 沒有的 他想著 你第一回合 你當然是引多蒙特 給他攻一陣 那我不知道杜曹 那你很快可以 杜曹 一直都是這些 都很古怪的 不如說 都不知道他怎麼排陣 這次 沒有的了 只要舊的了 你刺激還可以擺什麼人 那你真的要很快 說這次的 那這次就 你難道三十多被阿伊加迪 都被推下去 那你另外一個問題 之前那場第一回合 PSG為什麼 用麥巴比打中鋒 很保守 為什麼 不放伊卡迪 打中鋒 好地地 伊卡迪的方 OK的 為什麼沒有放伊卡迪 卡雲尼都在後備嗎 不會用卡雲尼的 現在這些場次 一定是用伊卡迪的 那你 為什麼不放伊卡迪 麥巴比擺 擺在旁邊 而不像上一場 麥巴比擺在中間 左邊尼馬 右邊迪馬里亞 為什麼不是四個後防 三個後防 做什麼呢 沒有場球 守回合不是三個後防 對 三個後防 四後防 你真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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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對啊 把利馬 左儘用 宜拉特 右儘用 姬娜 但姬娜 又不是很想那類 可能打攝季 雷3 就把巴勒特打上 但又和尼馬 又撞了 那你怎麼配合 但预计阵容又没有伊卡迪,但又没有伤,为什么不用呢? 真是这些奇怪,对面多蒙特就不用问了 3-4-3的了,比斯石后,没有施沙加道 中场都是那四个前面,新组夏萨特、夏兰特 都顺开,顺开就继续用 伊伦的细续这么好,多蒙特肯定放回这个 不合用才出白兰特? 我不会了,我看上一场看《无信家拍》出白兰特 不可以了,不可以了,你新组下半场下来 对《无信家拍》那一场,新组下来代回白兰特很多 因为白兰特没有一个盘扭的能力 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打中场 之前打中场,曾经试过,和威斯鲁斗住 打一些无球跑动,或者是后上之类 但你说叫他拿着球倒下,不知为什么就不一样 差了 一定是新组拍着,用着夏萨特就好些 但之前都会觉得,新组和夏萨特 两个一起出,有一个就差一点 通常那个都是夏萨特 但之前那场对《无信家拍》 新组拍着夏萨特下半场,又打得相当之好 那场对《无信家拍》是多蒙特 其实多蒙特也是这个阵子 3-4-3,白兰特就剃了新组 新组后备,其他都没有变 对面都是3-4-3,主要是皮里亚斯丁度 但是这个阵子都挺保守 譬如有些安保路没有出,马古斯杜林没有出 其实斯丁度也是,你说攻击中场似 那你何夫曼更加,其实都不是一个箭头人选 其实严格来说,都是放在一个皮里亚前面 那你左翼卫的奔斯拜利,其实都压得挺上的 其他后面中间的柳侯斯,Kramer 后面跟达萨卡尼亚艾维迪等等 萨卡尼亚很早就已经双出了 是,很早双出,就被赞斯基进来 有些影响的,因为萨卡尼亚都倒了很多球 其实我看他一开段 都可以说是整阵球攻守开端的一个起动点 但是双左,赞斯基就差很远了 赞斯基都不是这类的球员 所以对他的攻击有少少的影响 那一球开波,夏萨特就7分钟就已经打了纪录了 夏兰特就截到对方的回传 而之后在右负位,推到右负位 再给萨比利德,夏萨特禁区右负,十多码 在两个人的糾纏之下,转心吸过了 然后一射射的死角,相当之美 这球是柳侯斯的比错 然后一比一是四十多分钟的角球 再给他左负位十多码 没有人看的皮利亚,一踢到门前 便踢到三码就完成了 这球是沙加道,就走掉了皮利亚 射穿了,打算来到包胸门的夏兰特的大势 这个球就是这样 其中七十分钟就二比一 浪门球大脚,中线夏兰特和首位之间 斗顶就齐齐漏了 接着科根夏萨特推球 给他新组,新组一个个 再给Chan,Chan再给Vesso Vesso再给新组三闸 新组再给右边Hakimi 没人看之下,推到禁区右负 一射,快过欣苏玛射 责位来的 欣苏玛出来 撲球球的时候 有少少开头想出来撲球 少少线一线脚 接着就可能慢了 就慢了就被Hakimi 有个位置射 这个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Hakimi 撲准他的入市时间 很准 看着他在三闸线的位置 猜了一段 Hakimi就已经在这里等 在这么盲眼位的时候走进去 在这里等 等到时机成熟 一下插进去 因为升得高 Hakimi一下插进去 他走进去 就搞定 这个就 没办法 结果 2比1 这个球队 其实就 我见到无信家派 有几球球判断都对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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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哪個 皮尼亞、安保路、馬古斯、杜林、拉菲爾、Johnson 我不只是小看 正常如果去侵略一點 拉菲爾、史丁度應該會出多一點 看得多一點的時候應該會記得 今季看得少 以往就比較常用 今季就真的不像 對面多夢突如 新組和白藍突一場球的表現有很大的分別 新組一下來就相當沙漫 又有球球林尾射中柱 新組還有球球 科根下殺突一場球 另外後防沙加道是一般的 很多時候甩漏 甚麼人都不穩 但那場球在中間後舞斯打得很好 在中間中 但這對球 始終我會覺得 如果他要長期90分鐘 這類的速率來打 是做不到的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好了 那你如果今場球對著這個P1G 呃 多夢突 現在就贏了2比1 那麼 理論上聖日耳門 只要贏球就出線 理論上只要贏球就出線 基本上聖日耳門是必須 入一球球 必須入一球球 起碼 最基本條件入一球球 但以他們的能力 是絕對做到入一球球的 怎知入球 你做肯定應該以他來馬 如果三勝 麥巴比有位讓他入 那你應該 如果這場球不出迪馬利亞 將麥巴比放在右邊 用伊卡迪打中間 中間牽制著侯母斯 等麥巴比對著沙加道 古里路那些 都頗生日 你壓制到那兩翼的襲擊 即是多夢突的兩翼的襲擊 其實就 主要就是看下 怎樣搞Hakini 和搞古里路 潛制到 其實就剩下了一半 但是的確 中狀態來說 多夢突是 真的比較利用的 是 但是你不會轉打法 你領先 就要做一下 即是你都會用回 沿用回合 上回合 鬥回後一點 鬥回深一點 即是用回合上一場的打法 即是打一突擊算了 但是聖日耳門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因應上一場的狀況 尼馬究竟是挨邊 再是這樣 整天塞回到中間 而讓走廊被左閘上 只是怎樣呢 還有 泰亞高斯華的狀態都已經 我覺得有點江河日下 還能撐住嗎 夏蘭特 你每一場都還能撐住 這場可以嗎 那你這場球 除非基拿 就縮進一點 還有右邊基拿的助攻 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 所以這場球 都 如果搏出線 我會搏多夢突 是 如果搏出線 我就搏多夢突出線 那你如果真是 好坦白說 偷雞呢 看看 偷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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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夢突 夜賣 偷雞 偷雞 是可以的 偷雞 真心推薦 多夢突 不用輸 多夢突 不用輸 多夢突 放下去 都放得過 試一下 沒所謂的 多夢突 我又這麼喜歡 多夢突 好 上半場講一小時 下半場再繼續 下半場